因為就如法炮製 那其實是可以根據什麼 篩選題名去衍生的 所以你會發現 當然裡面就兩行 所以原來篩選這麼簡單 一個是輸入資料 一個是把這個資料放在這個字串裡面 OK然後他就會把這個關鍵就找出來 那還有第幾欄 第幾欄的話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欄 所以這個範圍叫Range 這個範圍A1到I的 I欄的557 AutoFill AutoFill後面加哪一欄 然後給關鍵字 這樣就OK 所以其實還蠻好記的 那這個的話你可以拿來當範圍 以後我建議常常如果有機會就用它一下 所以篩選題 篩選作者 不過底下這個取消篩選 我還是建議 Selection 建議用這個Range來取代 不然的話很容易出問題 哪個地方會出問題呢 我們試一下 比如說 假設我執行篩選 比如篩選 假設我要取消篩選 理論上如果你 游標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取消才能夠OK 可是有種狀況你游標是放在 這個範圍之外的 你取消篩選 這個按下取消篩選 他怎麼還正常 所以如果用Selection 那之前我遇過如果放外面 他會發生錯誤 OK 所以我建議如果 目前看起來好像 這樣子 游標放外面這邊 取消篩選 他好像也OK 那顯然這樣應該寫 也可以 不過我之前遇過的是 如果用Selection 會發生錯誤 所以比較保險的做法 還是建議你可以把 這個AutoField的前面 Selection 改成什麼 這個Range 因為Selection 顧名思義 就是選取區 所以如果沒有一個選取區 或選取區錯誤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城市 發生 一個BUG OK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篩選提名 取消篩選 然後我剛剛把它改成作者 不過年份的部分的話 如果假如年份 如果年份要拿來改的話 改哪些地方 那當然我們條件其實有很多啦 如果你年份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有什麼 大於啦 小於啦 等等的 那如果假設啦 我們按照這個題目要的啦 就大於等於好了 不然的話太複雜了 至於其他你如果要其他效果的話 那你自己再去加其他條件 OK 如果我今天需要是大於等於的話 幾個方法 你用錄製也可以啦 它會得到 或者是說不用錄製的話 直接改 怎麼改 我跟各位講一下 改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因為呢 它這個沒有包含 包含的話 就是文字啦 所以前面雙引號 跟後面雙引號這個可以拿掉 有沒有這個可以拿掉 後面這個 這個都不用 AND這個也不用 然後呢 因為我們假設輸入的是 2010 我希望2010以後的話 那這個地方記得把等號改成什麼 大於等於 後面加一個2010就可以了 這樣應該OK了 所以記得這個是條件 大於等於好了 根據這個我們證照考試題目好了 它常常是2010以後的嘛 所以把2010加進來 再來的話記得喔 哪一欄 它是F欄 所以改成6 記得喔 這個一樣改 沒改的話 一定發生錯誤 資金看看 輸入一個2010好了 看看會2010資料顯示出來 有了有沒有看到 取消的話就取消猜減就可以了 看一下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喔如果我這個有了 所以如果假如 我希望 像今天講的 那個部分喔 那比如介構號 也找一下 然後 書目也找一下 所以你們 待會 練習也許就是把 幾個重要欄位吧 包含介構號 提名作者 書目啦 看出版社需不需要 年份 把它 做出幾個按鈕 然後呢 讓我們可以 輸入條件 所以我年份有了嘛 再來介構號 介構號其實 也可以直接拿這個 把它貼一下 這邊改一個叫什麼 介構號 乾脆直接拿這邊 複製比較快 然後這個欄改成1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書目 再來就是 書目編號 一樣 把這個複製過來 這樣比較快 然後他的 欄是哪一欄呢 第四欄 所以把這邊改成4 然後這兩 總共 我又增加了123嘛 所以這邊有三個按鈕 所以把這三個 一樣 Ctrl C 然後貼到下面 移過來這邊 看起來 這個移動位置 移整齊就可以 按右鍵 重新去指定 那這個是年份 所以 Ctrl C 然後把它 稍微變更一下 貼過來一下 這邊按右鍵 重新指定一下 它是 借構號 OK 然後 這樣的話就是 第五個按鈕 第六個 最後是 書目編號 這樣的話 我們很快的 就可以 把需要的查詢 做出來了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的練習 先借勾號 所以借勾號呢 但是它是開頭啦 如果中間也OK 我們用 反正有關鍵字包含就OK了 如果你只要尾巴 你就把那個信號 尾巴那個應該是 前面那個信號 後面的信號 把後面那個信號拿掉 其實就可以了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 再來是什麼 書目編號 不過書目編號的話呢 這邊只能下一個條件 我們用23好了 所以如果將來 你要兩個條件的話 那你可能要再改一下 可能叫第二個條件 Criteria 然後 讓它可以有下 第二個條件的機會 目前我們只有一個條件 23好了 然後在年份 年份是2010的 我看確定 有沒有 它就幫你列 列出你要的資料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這邊23的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 比如說 假設那個書目編號 你要編24的話 再輸了24 有沒有它編24出來 所以一樣可以這樣切換 那如果你需要這些資料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些資料 選起來 然後再複製貼到另外的地方去 那就可以 做 後續的應用 那如果你要取消篩選的話呢 就把它按一下 取消篩選 那就OK了 那當然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想要把剛剛的那個結果 把它塗顏色的 一樣嘛 你就是 把你要的東西 先做出來 找出來 比如說6668 OK然後 數目編號23 這些我要填顏色的話 那一樣嘛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再利用常用裡面的 油漆桶 把它填上顏色 這樣就OK 再把它取消篩選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的位置在哪裡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說呢 最後我希望 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 這個 就是 篩選提名 這個範例 然後衍生出幾個 包含就是說 作者 然後年份 年份比較特別 年份記得改成這樣子 什麼樣子 有沒有 跟上面不一樣 大於等於 OK 哪一年之後 然後借購號這個跟書號 這個我們就 如果要跟 證照考試題目一樣的話 那你其實借購號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變成是尾巴嘛 所以尾巴的話 就是後面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的話就變成 他是開頭 有沒有 他這個開頭是 開頭字不確定 但是他一定是在尾巴 所以如果是借購號是6668 那後面尾巴那個信號可以拿掉 那如果開頭的話 那變成這個信號拿掉 有沒有 不過 我覺得好像最後 結果應該會不太一樣 你們可以稍微改動一下 這個是 開頭一定是23的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23 這裡面應該會有一些書號不是23開頭的 有沒有看到 看一下 數目編號 比如23 現在應該是23開頭 可是如果說我剛剛那個信號假如沒拿掉的話 那你會發現裡面應該會有一些不是23的也會出現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總共會有這些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一樣我會把這個 程式的範例 我剛剛做的呢 一樣會把它放在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204的那個 單元2 OK 所以有1跟2 你們看一下2的部分 如是 麵 大家 還是 我們 小燕 好 可以